长期坚持跑步,身体瘦了,人却变老了。 听听医生是如何解释的。 跑步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。 无数人通过它来提高心肺功能,控制体重,甚至作为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。 然而,一些长期坚持跑步的人发现,尽管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苗条,但外貌却似乎提前老化。 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 为了探索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,我们咨询了医学专家,以期得到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。 一、跑步与身体健康。 跑步无疑对身体健康有着诸多益处。 它能显著提高心肺功能,增强心脏泵血能力,提高肺活量。 此外,跑步是一种高效的燃脂运动,有助于体重管理和维持健康的身体组成。 更重要的是,跑步可以调节内分泌系统,平衡激素水平,促进新陈代谢,从而维护身体的整体健康。 二、跑步与外貌老化的可能联系。 跑步与外貌老化之间的联系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。 一、氧化硬肌与自由肌产生。 跑步是一种有氧运动,它能提高身体的代谢率和氧气消耗。 这种增加的代谢活动会导致体内产生更多的自由肌。 自由肌是一种带有不稳定电子的分子。 它们会攻击和损害细胞,包括皮肤细胞,从而加速细胞的老化过程。 长期的氧化硬肌可能会导致皮肤早衰,出现皱纹和松弛。 二、紫外线暴露。 户外跑步时,皮肤经常暴露在紫外线、UV下。 紫外线是皮肤老化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。 它能损伤皮肤的弹性纤维和胶原蛋白,导致皮肤松弛和皱纹的形成。 此外,紫外线还能增加皮肤癌的风险。 三、慢性炎症。 长期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会导致身体产生慢性炎症反应。 慢性炎症是身体的一种持续性免疫反应。 它可能会损害包括皮肤在内的健康组织。 加速老化过程。 四、皮肤水分丧失。 跑步时身体出汗,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,可能导致脱水和皮肤干燥。 皮肤干燥可以减少皮肤的弹性,使皮肤看起来更老。 五、体重管理。 虽然跑步有助于体重管理,但过度减肥可能会导致皮肤松弛。 特别是在面部,这可能会使人看起来更老。 六、营养素流失。 跑步和其他形式的运动会增加身体对某些营养素的需求。 例如维生素C和E,这些都是重要的抗氧化剂。 如果运动后不通过饮食或补充剂补充这些营养素,可能会加剧氧化应激的影响。 七、肌肉紧张。 长时间的跑步可能会导致面部或其他身体部位的肌肉过度紧张。 这可能会在皮肤上形成细微的纹路或皱纹。 要注意的是,上述因素并不意味着跑步一定会导致外貌老化。 事实上,适量的跑步和适当的防护措施可以减轻这些潜在的负面影响。 例如,使用防晒霜、穿戴遮阳帽和运动服。 合理安排运动时间以避免高强度紫外线暴露。 保持充足的水分和营养素摄入。 以及在跑步后采取适当的皮肤护理措施。 都可以帮助减少跑步对外貌的潜在负面影响。 三、医生的解释。 医生们对这一现象提供了专业的解释。 首先,身体的内在机能和外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。 长期的过渡训练会使得身体的恢复机制超负荷运转,导致身体出现老化的标志。 医生们强调,适量的运动和过渡的运动之间存在一个界限。 过渡跑步可能会适得其反,对身体和外貌都产生负面影响。 因此,他们建议运动者在保持运动的益处的同时,也要注意减少其负面影响。 四、平衡跑步和健康老化。 为了在跑步和健康老化之间取得平衡。 医生推荐运动者应该控制跑步的强度和频率,避免过度训练。 跑步后的恢复同样重要,适当的休息和恢复策略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修复和重建。 此外,医生还建议增加抗氧化剂的摄入,如通过食物或补充剂来减少自由剂的损害,并采取适当的皮肤保养措施。 如使用防晒霜和抗老化护肤品。 五、其他医生推荐的抗衰老运动方式。 除了跑步,医生们还推荐了其他一些有助于抗衰老的运动方式。 力量训练可以帮助维持和增加肌肉量,预防肌肉流失。 瑜伽则可以增强身体的柔韧性,减少受伤的风险。 游泳是一项低冲击力的运动。 对关节友好,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。 尽管长期跑步可能会带来外貌上的老化现象,但它对健康的益处是不容忽视的。 重要的是,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,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。 在制定计划时,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至关重要。 以确保运动既能带来健康益处,又能避免不必要的副作用。 最后,我们鼓励大家采取一个全面的生活方式来促进健康老化。 这包括但不限于适量的运动,均衡的饮食,充足的休息和积极的社交活动。 同时,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关于运动、老化和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,以便为公众提供更加科学的健康指导。